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1年5月 在还没有改名为石家庄市路泉区的霍路县凤凰山脚下 解放军某部战士制止了一起轰抢人物事件 在一处砖瓦场取土的土坑中 出现了大量原本埋在泥土中的古代气味 随后赶到的考古工作者判断 出现文物的地点附近是一座西汉时期的诸侯王大墓 大批文物之所以埋在这里 有可能是祭祀后形成的祭祀坑 在随后对墓葬的发掘过程中 人们遗憾地发现大墓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盗 盗墓贼不仅把墓室里随葬的财宝掠夺一空 还放了一把大火 或许是为了彻底掩盖罪证 两个道洞形成的对流 让深达十余米的墓室充分燃烧 就连实质果室都在大火中融化 坍塌 考古队员渴望出现的古代信息 彻底烟消云散 如此规模的超级大墓 延续了近两年的发掘 会这样草草收场吗 二十多年后 当人们在观摩和研究高庄汉墓出土的众多文物时 往往会一边感叹 这些珍贵的古代艺术品 奇特的埋葬方式 一边猜测被复之一具的巨大石果中 曾经容纳着多少国宝奇珍 高庄汉墓的墓室被焚烧后损失惨重 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反倒是盗墓贼留下的一把铁斧证明 墓葬被盗应该发生在很久以前 从这个世界来说 这是古代道理不是现代道理 但是年代人家当时不是太清楚 当时是不是当时 韩代的时候都到了 还是宋代什么都 反正知道是古代道理不是现代道理 与焚烧后板结硬化的田土 斗争了数月之久 徒劳无功的考古队员 只得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墓葬外围 在刘顺墓的墓到了北侧 当时有一个比较大的风土 我们推测是刘顺的 他的妻子的墓 是符合汉代的藏制 同分一血 我们当时把它编号为二号墓 西汉王朝的帝王墓葬 延续的是先秦时期 夫妻一学合葬的葬俗 二号墓等级与一号墓接近 同样拥有回廊和实质国事 只是面积比一号墓略微小了一点 但遗憾的是 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 这座墓葬暂时无法发掘 因为当时这个风土上面 建了一个 当时是这个部队的一个水塔 所以没法进行发掘 高庄汉墓一座被倒扰后纵火焚烧 另一座具体情况如何 还不得而知 但奇怪的是 两座大墓周边 竟然没有其他同时期的遗存 当时我们对周边都建议了勘探 周边这个墓 就是有没有陪葬墓 这个墓有没有陵园 这些东西都建议了勘探 但是非常可惜 就是资料留给我们 这个资料非常少 汉代帝王灵寝 都是一组庞大的建筑群 除了墓葬本身 围绕着风土 还应该有寝园 香殿等建筑 供后人祭祀守墓 但高庄汉墓的独特现象 却恰好符合墓主人 刘顺的经历 及常山国国情 毕竟刘顺的儿子刘伯 很快就遭到了废处 封地不复存在 自然就没有了 杰鲁守墓的必要 一开始 高庄汉墓墓道填土的发掘 与墓坑同时进行 但由于它与回廊相连 而且墓坑中的填土 又呈现出异常状态 因此考古队员 很快就将发掘重点 集中在了墓坑和墓室上 墓室的上边 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个墓室这个土 填土都被烧红了 直到它已经被烧被盗了 所以先从墓室开始发掘了 等到最终明确了墓室中的情况 墓道的发掘自然加快 随着深度的增加 人们在这里 又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 斜坑的这个长度呢 这个40亿米多 墓道的这个东侧部分 修正的比较光滑 平整 而在它的西半部呢 就是我们发掘的人为的不平整 估计是后期呢 又进入了这个墓 墓道位于墓坑东侧 因此它的西半部分更深 也更加靠近墓室 就在这不知因为什么原因 又垫高了的墓道底部 考古队员意外发现了一件 外观奇特 体积庞大的特殊文物 在这个墓道的这个底部斜坑上 正中间放置了一边这个墓柱 墓头的这个柱子的东西 这个墓柱呢 是从锅石 底部呢 这个穿到锅石里边 在这个墓道上面 平整了中间部位 平整了放置 在接近十米深的地下 这根长二十五米 根部直径 接近四十厘米的墓柱 同样已经部分腐朽 但之所以没有把它当作 遗落在这里的建筑材料 是因为这根柱子 竟然经过了人工修饰 在这个墓柱呢 这个中部底部到上部 穿了有三段这个 这个用铁打制的锅 螺旋状 每段呢 一共三段 每段大概在四米多 围绕着突兀出现在 墓道底部的这根柱子 考古队员 纷纷推测起了它的功能 有人说这个柱子 是当时一个棋杆 这个立在这个墓地的一个棋杆 为了这个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吧 二十五米的高度 即使是立在十米深的地下 露出地面的部分也很壮观 可是棋杆为什么会躺倒在墓道里 这个推测显然不能成立 根据墓柱外面的铁钩 能起到很好的加固作用 再加上墓室中使用了 沉重的实质果室这个事实 韩利森推测 他应该是下葬时使用的一种工具 我认为这个墓柱应该与下葬有关系 这个墓口这么宽 墓这么大 这个棺锅这么重 当时竹黄了棺锅 有了达到万斤 那怎么下葬 过去有的是用这个 熏轮 轮子推下去 这个我们在发掘的时候 在墓的这个墓道的底部 并没有发现有柱子 有轮的轮折了横起 轮折了横起 所以我们推测 可能有其他的方法进行下葬 那用什么方法呢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宝基 发掘勤锦工大墓时 就曾经在二层台上 发现了一些高约两米的墓料 考古队员推测 他们是用来支撑滑锁的墓质之下 在文献记载中 是后世墓碑的图形 可是用来充当支架的墓料 必须坚固 并不需要二十五米 这样夸张的长度 高庄汉木木道中 出现的墓料 应该与下葬有关 但是具体怎么使用 却让人十分费解 如果说就是这样平放 充当果式石板下行的滑轨 那么也应该有两根菜对 因为这个柱子这么长 加固了这么牢 干什么用呢 可能就是用这柱子进行的 这个墓柱进行的相当 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吧 在考古发掘现场 一个前所未见的遗迹现象 自然令人费解 可是当类似的现象反复出现后 人们最终还是能推测出 被时光掩盖的秘密 终将会有一天 这根墓料的作用 会真相大白 恰好在高庄汉墓下葬的西汉时期 中国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丧葬制度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不仅墓葬形制 从土坑墓果 演变成为土坑砖室 以及崖洞石室的多种形式 原本简单的果实 也变得更加复杂 其外观迅速向人们 在洋室间的居所靠拢 1991年 考古工作者 在江西集水发掘的 三国时期东吴大墓 风土下由砖石搭建的墓石 就非常复杂 不仅拥有多个独立的空间 而且拥有地主豪强的庄园中 常见的回廊污宝 但是回廊毕竟只是通道 集水大墓出土的器物 都集中在耳式和后式 清理过程中 回廊空无一物 那么 已经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的 高庄汉墓回廊 又会怎样呢 长山王刘顺死于公元前113年 这时候 西汉帝国立国还不足百年 眼前的高庄汉墓 不仅墓果变成了石果 还出现了回廊 由于还处在演变过程之中 高庄汉墓的回廊 更像是原始聚落外围的环毫 土坑的宽度和深度都不统一 只不过对坑壁和坑底都加以修整而已 墓室发掘完成之后 我们就开始回廊进行的清理 当时这个索利贵队派的非常精刚的力量 我们就是分了三波 分别对这个西北回廊 西南回廊和东南这个回廊 进行的清理 回廊四角中 东北角就是因为取土暴露的那一段 已经由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 进行过抢救性发掘 出土的46件文物 原本被存放在一个木制的器物箱里 由于埋藏太浅 在反复干尸过程中 器物箱早已腐朽成了木灰 其初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 针对轰墙文物进行抢救性清理时 发掘的其实就是回廊的东北角 由于环境已经被破坏 人们只知道这批器物 被埋藏在一个长方形的土坑里 直到对未经倒扰的回廊 其他部分正式发掘时 考古队员终于搞清楚了 这种奇特葬制的诸多细节 然后从这儿往西 往西清理 清理然后清理 清理西北回廊 西北回廊是我负责清理的 西北回廊也是城区之行 当我们清理这个土坑回廊的时候 清理到这个四米 将近四米的时候呢 发现了这个木板灰 这个有木板这个 秀烂之后 留下了那个灰痕 在北方干燥的环境里 深埋在地下的木质文物或葬具 几乎无法得以保存 但历年来 在北方出土的漆木器 大都会剩下一些漆皮 西北回廊深达五米 在四米处发现的灰痕 会是一具高一米 成练训人的棺木吗 回廊中为何出现器物箱 在古代 这种特殊的藏旨意味着什么 随着装满文物的木箱 被一个个打开 一问终于有了清晰的答案 混杂在泥土中的木灰 一碰就坏 考古队员只能将它 沿垂直方向进行解剖 随即发现 它的结构 竟然和早期的木质果实 有些类似 在中国南方 由于积水长期浸泡 早期的土坑木果的木葬具 很多都保存完整 荆州的楚国大贵族木葬中 构成果式的盖板 B板往往是40厘米 建方的粗大木料 长沙风棚岭 汉代长沙王王后墓的果板 虽然稍显单薄 但横截面的边长 也超过了20厘米 而且使用的都是珍贵的南墓 在高庄汉墓的发掘现场 考古队员在解剖了墓灰后 一大批随葬器物暴露了出来 粗略艺术竟然有好几百件 基本上都是陶器 像陶壶 陶盆 陶罐 陶耳杯等等 而在这个回浪的这个尽头处 和木道线连的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有几间出土的沿铜器 就是有通壶 有方壶 还有这个通灯 这么几个接下来通气 尽管从材质上来说 存放在西北角回廊的器物 大多是陶器 但是这些器物气形硕大 造型精美 一部分是以彩绘 个别的甚至还附着着一层西衣 看起来应该都是大富之家的生活 及厨房用品 能够容纳如此多的器物 是因为整个西北角回廊 由两个这样的大木箱组成 每个木箱宽3.45米 近20米长 如此看来 这些木箱显然不是类似棺木的藏具 而是被称为外藏果的一种特殊木质果实 外回廊这个行政呢 在这个战国时候已经出现了 它是里边放外藏果的 汉代的这个汉书才有名字 明确的记载 关于外藏果的记载 最早建于汉书《霍光传》 光轰 赐子宫 辩房 黄肠提凑各一具 葱木外藏果十五具 子宫就是灵鹫 辩房不是厕所 而是灵鹫前工人歇脚的房间 黄肠提凑是包裹着果室的一种复杂奢华的藏具 在西汉时期 这些都是帝王才能享用的高等级藏衣 霍光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权臣 是霍去病的弟弟 他的女儿外孙女都先后做过皇后 因此辞世时才能越即享有这些礼仪 可是两千多年过去 这些文献记载的奢华物品究竟是什么样子 人们往往只能根据想象来推测 例如辩房 尽管知道它是用来供人歇脚 但究竟歇脚的是送葬的活人 还是在另一个世界的墓主人 就不得而知 此外 争议最大的还有外藏果 顾名思义 有内就有外 如果说 容纳棺木的果室是正藏果 那么 在此之外 类似果室的藏具就应该是外藏果 西汉灭亡之后 东汉兴起 光武帝刘秀 有感于政权更替 开始提倡减葬 辩房 提凑 外藏果 均被废除 这时候就开始有学者 对外藏果究竟是什么 提出了争议 有人说 它是墓葬附属的从葬 或陪葬坑 有人说 它就是形似回廊 专门用来埋葬 随葬器物的地方 高庄汉墓回廊 及外藏果的发现 或许会有助于最终解决这个疑问 高庄汉墓 外藏果 会回廊的藏制 外藏果的发现 器物的放置 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的 西汉 外藏果的实力 东北角回廊 虽然被专场取土破坏 但清理和追角回来的文物 依然有四十多件 而且都是珍贵的铜器 银器 铁器 经过正式发掘的西北角回廊 更是出土了四百多件陶器 铜器 那么 另外两道回廊的情况 又会怎样呢 西南市其他几个回廊 是有点这个不同 西南市的东段 在一称驱直行 东段呢 它是宽也是在四米左右 被破坏了 这个西段呢 它是南北吧 驱直南北状 它是宽 宽处是八米多 深度也是五米 在这个 它的底部呢 这个放置呢 也是外藏果 由于被东西两侧的木道 及南北两侧流出的通道隔断 因此 驱齿状的回廊四角 每一处都应该有两具外藏果 但是在西南角 不知因为什么 南北向的外藏果 变成了并排的两个 考古队员 把西北角的两具外藏果 分别编为一号二号 西南角就顺序成了 三号四号五号 与大型储木边厢 分别具有不同功能类似 如果说 一号二号外藏果 共同组成厨房的话 三号外藏果 则是高庄旱木的车库 考古队员从这具幕火中 清理出了三辆车和十四匹马 车辆及马匹上的装饰和器物 都是刘金的铜器 显得格外富丽堂皇 与一些墓葬用名器来代替不同 高庄旱木随葬的车马装备齐全 完全可以工人乘坐 真车马的随葬是过去理智上是有规定的 一般人不能随葬真车马的 从我们发现了一些这个木的这个情况来看 都是诸侯王的 而且我们发现这个木呢 三辆真车马都有这个散盖 这个具史书的记载 王子的这个乘的这个车 都是这个轻盖猪斑轮 就是绿盖 红色的轮子 那我们发现高庄旱木 三辆真车马 也是用这个轻盖和猪斑轮 和这个理智上记载相一致的 十四匹马和三辆车 再加上三个七目人勇 组成了一个小小的车队 他们已经做好了出行的准备 时刻等候主人的命令 前面有两个这个 武士开道是两匹马 剩下了三辆车 每辆车是四匹马 在这个小小的队列里 走在前面的是开道用的仪仗 由他们来彰显车队主人的威仪 第一辆车呢 这个有一个木用 站立了木用 车上这个腰挂件 车上还有发现了骨皮 还背着这个武士 还背着剑 所以我们推测这辆车 可能是冰车 在这辆冰车里 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弩机 剑 剑足等兵器 它们才是队列安全的保障 紧随其后的第二辆马车 装饰华丽 应该是牧主人本人的作家 在当时绝对是最奢华的交通工具 第三辆车体稍宽 应该是供主人休息 货工夫人及侍女乘坐的 这个外藏果表现的 是主人出行的一个形状 下面是这个武士开道 冰车向随 主人聚其间 后面夫人聚其后 出行的一个场景 西南角回廊四号外藏果 存放的都是漆木器 由于木胎腐朽 这些曾经精美的工艺品 如今只剩下斑驳的漆皮 考古队员甚至无法知道 它们的数量和器型 五号外藏果 依旧主要用来存放木质文物 马俑 人俑的数量很多 但依旧腐蚀严重 外藏果共有九具 其中八具装满随藏器物 但有一具却空无一物 排除了被盗的嫌疑后 人们发现 这具空果竟然完全符合 西汉王林藏制中 一个很有趣的藏俗 由于和被破坏的东北角回廊 同处大漠东侧 东南角回廊上半部分 也在专场取土的过程中被破坏 但幸运的是 外藏果依然保持完好 在位于这里的六号外藏果中 考古队员又发现了 九辆配有刘金同事的马车 但是这一次的车体 明显小了不少 应该也是专门为葬礼准备的名气 自从发掘回廊以来 可以说每一具外藏果都让考古队员喜出望外 大批珍贵文物的出土 让人们对汉代的文化艺术 生产力水平 以及古人的生活习俗 都有了新的认识 但是在东南角回廊 当考古队员把东侧土坑中的填土 完全清理干净 除了一些方末的墓灰外 竟然没有发现任何随葬器物 难道说这具七号外藏果也已经被盗 可是从土质土色来看 分明没有经过扰动 那么外藏果内的器物究竟哪里去了 直到今天 七号外藏果留下的疑问 依然让人迷惑 什么都没有 人们都比较些 对这个只是一个迷 为什么这人都村里满满的 为什么这人没有 也就是说东南角这没有器物 但是也没有导动 尽管考古工作人员对这处空无一物的墓葬结构心存疑惑 但是在高庄汉墓正式出版的考古报告中 七号外藏果还是出现在了墓葬平面图上 对于他的解释 依然是未放随葬品这五个简单的文字 时间到了2006年 随着长沙丰盆汉墓的发掘 解开七号外藏果之谜 终于有了契机 这一年春天 长沙市考古工作者 打开了一座西汉时期 长沙王王后奢华的大墓 丰盆汉墓 墓坑底部巨大的果室 被分成了九个空间 但遗憾的是 九个分室都几乎被同一时期的盗墓贼 严重破坏 但即使是这样 一些被他方的淤土掩埋了的金器 铜器依然幸运地保留了下来 尤其是盗墓贼不屑一顾的七木器 几乎每个墓室都有不少 但奇怪的是 在丰盆岭汉墓中 同样有一个分室完全空白 一开始考古队员以为是盗墓贼 盗得过于干净 但诸多细节却表明完全不是这样 而是这个分室下葬时就是空的 丰盆岭汉墓空空荡荡的分室和高庄汉墓没有随藏器物的七号外藏国 其实十分相似 但不同的是 在两座汉墓发掘间隔的十余年里 有不止一座同等级的汉代诸侯王墓葬被陆续发掘 人们已经注意到 西汉时期的大墓里确实有一个功能独特的房间 有可能空无一物 因为它是这座地下宫殿不可或缺的建筑 厕所 与变房容易带来的误会不同 这一时期的墓葬确实十分讲究 有会客厅 有储藏室 有车库 有厨房 自然就有厕所 毕竟墓葬里的这个设施 从来没有人真正使用 里面没有器物 自然也就不足为气 位于东北角东侧的八号外藏国 就是最早被意外发现 文物遭到轰抢的地方 这里存放的随藏品数量虽然不多 但类型却十分丰富 从收缴的器物 及事后清理的细节来看 材质包括了银器 铜器 铁器 漆木器 陶器 器型 包括了顶 炉 壶 赠 钟 漆暗 漆盘等 甚至还有一套中药材加工工具 红壶呢 据当时的这个发掘者说 还有这个酒香 溢出 但是我们因为当时发掘了仓族 并没有化验出来有酒的含量 虽说高庄汉木的发现源于一场闹剧 但不幸的是 许多来自两千多年前珍贵的古代信息就此烟灭 东北角回廊应该是大木极其重要的一个功能区域 诸多器物类型反映的应该是墓主人生前的种种喜好 所幸的是 位于东北角回廊北段的九号外藏果 保存基本完好 它应该是大木的一处储藏室 发现了这个几个大的桃物 里边有存放的有粮食 存放粮食 这些粮食我们都取了样 在这个还发现了有鸡 有狗 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动物的骨骼 红色棺木凸现静脸山坳 各路专家齐聚千年古村落 第一现场的警戒与守护 考证与发掘 大分岗72小时惊动考古学界 探索发现下期播出 黄岩宋木发掘记第一集 宏观之谜 随着四角回廊 以及九具外残果被陆续清理 高庄汉木的野外工作告一段落 这时候考古队员最紧迫的人物 是对墓葬出土的一些特殊文物 进行复原和保护 这个车马一起了复制 我们发掘之后 请的是中国式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 来着专门进了复制 这个复制的时间进行 还是三辆车我们都进了复制 持续了有四五个月之久 能够真实反映西汉时期生产力水平 和交通状况的三驾马车 是文物修复的重点 木制文物虽然腐朽严重 但在专家们看来还不算过于困难 可是为了顺利提取和复原十四具马骨 考古队员不得不临时学习起了动物学知识 这个马骨头秀的非常严重 一碰就秀断 为了复制的需要 我们当时没有对真文物这些埋葬的车马 埋葬了马骨头 原意上没有进行复制 因为它不好复制 本身它也容易秀烂 所以我们就是为了复制的方便 逼真就买了一匹马 杀了之后把骨头取出来 有了这样一具骨骼标本 散乱的马骨终于可以重新添接在一起 随着众多文物的复原和保护 大墓历时四年的考古发展终告结束 长山王墓应该说价值非常高 因为从墓葬的形式来说 这是我们河北发现最大的一个土坑墓 在全国也是非常罕见的 这个墓葬结构特殊 规模宏大 结构也比较复杂 为我们研究旱墓 提供了这个珍贵的第一树资料 从1991年5月被偶然发现 到1994年6月结束野外工作 高庄汉墓的发掘一波三折 这其中有遗憾 有喜悦 对考古队员来说 更多的则是能用双手去碰出一段 两千多年前的历史 那种难以形容的骄傲和自豪